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 这位小伙说了 他的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都被七家银行包了 来 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大家好 我叫韩丽萍 来自吉林长春 今天28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想把你宠城堡 让你幸福的不得了 看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韩丽萍 今年28岁 现在是盛京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 每天的工作就是为有需要的人 办理信用卡 我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消费者 拥有7张信用卡 受信总额度为25-6万 我觉得使用信用卡 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无法避免 那么我们就要跟上他的脚步 像我这辆车就是刷西红卡买的 给我妈交保险也是刷西红卡 朋友管我借钱 当然还是刷西红卡 刷 刷 刷 明明明办办的资金完全周转的开 我平时呢就喜欢唱唱歌 上学那会儿呢 最崇拜的就是周杰伦了 他的歌我基本都会 我属于卖罢鞋呢 每次跟朋友去KTV 我都抓着卖不放手 唱完一首接着一首 我自己点的歌我都要唱 别人点的歌我也要抢着唱 最长的时间 唱过五个小时 都不带重样 9号公爽 你好小伙 那个我在短片中 看你那个就是 用信用卡消费的 这个观念 就是我个人表示 不太赞同 咱家我爸就是告诉我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 你没有钱 咱就不花 有钱就花 千万不要 就是这位子 就不要欠别人钱 不管是银行 就是信用卡也算在内 就是自己有多少钱 就花多少钱 不要欠别人钱 学校刘璐觉得怎么样 你好小伙 你好 我挺支持使用信用卡 因为是年轻的 一种消费方式 这个就为什么说 说找对象 一定要找三观合适的 这算是消费观 是不是 对啊 如果呢 就是女孩觉得 用这种方式 太不靠谱了 压力太大 天天就得垫着 还这儿 从这儿倒到那儿 从那儿倒到那儿 觉得这种方式不靠谱 男孩就觉得 哎 这是超前消费啊 所以就两个人 就会因为这个不合 就会经常闹别扭 所以一定要找消费观念 也是相同的啊 来 四号珊珊 小伙女孩好 你说那个 你喜欢唱歌是不是 对 我这是唱歌是要命 你唱歌是要钱还是要命呢 你能整两句是不灵 没问题 可以 好 好 老高咋的了 我等他唱完说 我想跟他对上那么一首歌 毕竟我们两个都是银行的人 下来一起唱 一起唱 能整整不上一起去 我觉得 没事没事没事 随随 来 来 来 有请 有请老高 就是我的当努力 就是我的当努力 我要整个单纪 只能留一辈子 当心爱努力 爱期待啊 我想跟他 两个人 两个人唱个啥呢 青花瓷吗 我不会唱青花瓷 我会唱五环 你就顺着我唱就行 顺着我唱 行吗 整吗 给我来这儿音乐 行啊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啊 来 两位一起重来演出啊 欢迎一下 手描勾勒出青花 比风浪转弹 平身描绘的木丹 一如你橱妆 仍然沾上头过床 心事我了然 顺之上走彼此此刻一半 啊无还 啊无还 彼此还多一还 啊无还 彼此三还多两还 唱 天青色等夜里 而我在等海里 天眼鸟鸟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平地守候你 房前潮的飘移 就当我未遇见你 不必 天青色等夜里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连开了结局 如传续的青花词 自不自美丽 谢谢老婆 谢谢谢谢 脚子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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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子不错啊